因為我之前比較常分享的是 例如說雜屑校的策展經歷以及 例如說你怎麼當一個企劃人 然後怎麼做一個策展 那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實際的內容 但是今天只有12分鐘 就是anyway沒有要分享這一段 對不對 我比較想要跟大家講的是 在實際落地執行之前 就是先講最簡單的那個定義 就是剛剛亮講的 我一直從 就我到這個現階段 辦過非常非常多的展覽 我最終的總結是 策展其實就是一種溝通方式 然後策展只是目的 那不是是手段 那我們有很多自己想講的東西 所以策展形式有非常非常多種 就是我現在在這裡講話也是策展 我今天在網路上開一個粉專也是策展 其實策展是一種整體的思維邏輯 就像我那時候給亮亮的就是 我的介紹裡面 我會覺得最棒的策展其實就是人生 就是你們每個人的 在做的事情 然後你想講的話 你想要成為的樣子 那就是策展 我試著說一下我的關鍵字 因為我覺得這跟整個 為什麼我今天最後會做為達策展 好像有點關係 是慢慢收容過來的 我自己是 我是教大人 我是會系畢業 青大社會組畢業 對那所以我在 就是我的關心就會跟人比較有關係 就是我一直很喜歡跟人家相處 但是呢 我又有一些很奇怪的技能 我就是東摸西摸 就是我高中的時候非常喜歡寫程式 所以我是會寫程式的人 我也會修電腦 就是我以前高中的興趣是去買那個 就是每一期電腦雜誌出開 例如說這一期出了哪一個新的主機板 然後就去那個光華商場研究一下 我是這種人 所以我有另外一個技能是修電腦 那我這邊呢就是 因為這樣的關係就是我開始 那時候我自己就跟 開始在大學的時候 接觸很多志工服務的東西 那後來因為一些關係呢 就是我開始就是 去了海外 然後去了巴拿馬 然後去了上海 那我其實是到16年才回到台灣 所以去年是我真正開始在台灣生活一年 所以我現在是台灣新鮮的 那因為我實驗證沒有很多很常識的 所以我要先開票下一張 我想要講的事情是 先給大家一個前面的介紹 就是所有的策展 如果你想要學企劃學策展這件事情 所有的東西都要從自己開始 就是你一定有一件 自己非常想講的事情 想要傳達給別人的事情 那你今天才會在這裡做這件事 從自己開始 所以為什麼 我要先講為什麼我想要 跟人有關係 這我小時候三歲的時候的照片 大家好像看的是 寧國七幾年的照片 就是 我躺在病床上 身上都是繃帶 其實我在小時候的時候 三歲的時候是有 全身百分之七十的三度灼傷 看不出來齁 對 就是 因為今天是冬天 所以我穿很長 我現在也是會穿長褲到處跑 就是 anyway 就是我那時候是 就是反正經歷過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那那時候呢 我們家很窮 所以我的媽媽說 這時候 這是一個那個 就是 這跟記者有點關係 那時候有就是做人間關懷類的記者 他們會去報導 相類型的故事 然後就會要 社會上的人去說 如果你有多餘的錢可以幫助他們 那我就是被幫助的人 所以我媽媽從小就告訴我說 你以後長大一件要回饋台灣社會 所以我現在在這邊 很認真的想要想做一些什麼 回饋台灣社會 那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我才開始接觸到 我覺得跟志工服務比較相關的東西 因為我想要 因為就如我剛剛講的 我覺得學經歷看起來 是還滿人身勝地主的 就是 就是上了很好的大學 有滿好的資源 然後我那時候在大學的時候 就一直在思考說 我有什麼東西是可以給到別人的 那這個呢 我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我是教大 我山地文化福祉社長 那我那時候就是 我上了大學之後 就完全就不想要念書了 我所有的時間都花在山上 就是那時候新竹嘛 在新竹的武風跟堅持 就是在堅持的部落裡面 我從那時候開始才體認到 我那時候一直很想要 帶給別人一些東西 想要把我今天站在這裡 有這麼好的學識啊 有這麼好的 例如說英文的能力啊 大學的能力帶給別人 教給別人什麼 可是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 因為去了部落 我發現其實不這樣子了 就是我整個人的人格成長 其實在部落就是養成 就是我那時候 因為服務的關係 所以我每天都在那邊 可能教他們上課 也跟他們一起生活 才那邊真正學習到 就是我要怎麼樣去認識自己 怎麼樣去面對生活 包含面對環境 對 就是我在以前的過程 我就是一個都市小孩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每天都念書嘛 沒有關係 可是我從那時候才開始理解到 就是怎麼樣去找到自己 然後怎麼樣沈靜下來 然後把自己放在一個 自然的環境當中 我人生第一次殺雞 對 就是中間這個是我 我本人 對 就是第一次拿進這火箭刃機 然後把他放斜 就是我才體驗到 對生活是這樣 然後他們裡面有很多 面對自己生活中困難的方式 那所以我那時候體驗到說 對 有一群人其實我在想像中的弱勢 好像是很需要別人幫助的 好像是想要幹嘛 其實不是 我在過程當中發現 其實更多的是我學到 那他們缺的是什麼呢 你都在想 他們到底缺什麼 好像也不缺 他們生活很樂天 然後他們知識比我豐富 他也知道竹子長什麼樣子 拜託我去 還沒去三張之前 我真的不知道那些自然竹子 我想什麼樣子 我就是 就是他們可以很輕易地辨別出很多東西 我想說 知識好像他們比我們多 那他們缺乏的是什麼 對 我那時候就想 然後而且重點是原住民朋友們 就是又給我們會表現 然後音樂音感 又給我們是音痴 and 舞痴 對 就是肢體也是不協調 那他們在這群人台的身上 我發現很多事情是 其實不是我可以帶給他的 而是他帶給我 那我後來覺得他們缺一件事情 是他們缺乏自己的舞台 就像創人物給了很多人的舞台 他們只是缺乏一個 被別人看見的機會 然後缺乏一個訴說的管道 同時他們缺乏可能工具 例如說 那時候我接觸的原住民小朋友裡面 很多非常會跳舞 可是他們沒有系統性的學習過 對 那包含對於自己肢體的開發 所以我那時候大學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那時候我第一次 應該算是第一次吧 就是新竹有服務性社團把 這群原住民小朋友代理他的部落 就是帶到台北來 那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一定要在台北找到很多的平台跟管道 跟工具給到他們 所以我那時候 就是雲門的肢體教室剛開始的時候 我就是自己就是寫了信 就說 拜託你可以就是免費給我每個老師 幫我們孩子上課嗎 那我就真的把他們帶到了雲門 然後我覺得 他們這麼厲害 他們只要有一個老師很簡單的啟發 他們可能都是未來的原無者 或者是雲門無極的人 那是我做不到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很想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這群孩子現在長大 的確有很多人開始做了很多 我覺得不一樣的改變 我們到現在都還保持聯繫 對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帶給我很多 就是我開始發現我跟人的關係 已經不再是我好像想像你們是這樣 然後所以我就給你們什麼 反而是我比較想要去看見是 你們需要什麼 然後那個東西是因為我剛好站在這個位置 有這樣的優勢可以帶給你們的 好 那大學之後 那我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就是覺得我一路就是要走就是去志工 然後從台灣志工做到海外志工 那時候姻緣際會也去了很多的地方 我去了蒙古 然後去了很多地方 就是試著開始做海外志工 如果你們想要了解海外志工 可以問我 就是我是一個就是前輩 好 但是那時候上了研究所之後呢 我在研究所的時候 其實在社會所的時候 我想要研究的議題 也是跟比較弱勢的族群有關 因為我那時候一直覺得 我好像有一個能力 是可以協助別人 把他們想要講的話講出來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會講話的人 那我那時候其實在研究所的時候 研究的議題是難民議題 就是台灣其實沒有難民 因為台灣沒有難民 反而我們本身就是個難民 不好意思 所以我的政治意思不想會說出來 但是我的確覺得難民這件事情 在國際上的紀念很重要 他們是沒有國土沒有家的人 但是他們必須要在另外一個陌生的國度生活 他們其實很缺乏自己述作自己的機會 所以我們那時候研究的是西藏難民 所以我們那時候因為這個關係 我去了印度去了西藏等等 但是就當我要做這個研究 要做下去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情 這是我妹妹 我妹妹在我研究所碩一的時候過世 就是碩一生碩二的那個要開學的前一天 那她過世的原因是自殺 那這是另外一件故事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開始面對的是 我一直在幫別人說故事 就是說別人的故事 那我因為這件事情開始 試著要說我自己的故事是 就是因為在辦理整個桑里爾過程當中 就是我發現就是 就我是後來才發現這些事情 我覺得辦桑里爾跟辦策展是一樣 現在講起來好像有點 但是其實是的 就是我在那個現場 其實雖然我曾經在很大的傷痛當中 但是我希望每個人來現場都可以 因為這個桑里爾知道 我妹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然後我想要帶給她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包含現場的佈置 現場的氛圍 現場的每一個 我想要跟別人互動的東西 包含我幫她剪的影片 包含我幫她製作的一本書 然後每一個想要講的話 連從進場的第一首曲子 到最後一首曲子 都是我想辦法幫就是在現場 已經哭得嘻哩嘩嘩嘩的我的爸媽 用一首歌講出她的心情 然後讓每一個人可以在這個現場 留下她對我妹妹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是我人生當中最成功 對現在講起來很怪 就是最成功的一場策戰 因為很真實的傳達我的情緒 也很真實的讓別人的情緒 或者是她的感想 可以在這個場合裡面被發掘 所以我開始想說對就是我現在在回想看 我一路經過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都不斷的在強調在每一個的環境當中 要怎麼樣跟別人產生互動 並述說你想要說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因為這件事情 我就不小心就是改了我的論文題目 後來就研究台灣當代殯葬業的演變 所以就是一邊辦商禮一邊做研究的概念 對一事兩用滿剛好的 對好 但是就是anyway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其實最後對我來說 就是除了大阪這個商禮之外 其實我在寫論文 對我來說也是像策展 或者是像企劃 就是另外一個紙上的商禮 紙上的企劃 因為裡面要梳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然後傳達你想傳達的東西 所以我從那時候我開始就是思考到 其實不管是文字然後影像然後說話 影片等等都是一種傳達的過程 所以策展就是這件事 因為策展這件事情 是大家以為他是要辦展覽 可是其實策展回到那個英文字 叫Curator Curation 就是這個英文的字 它本身有一個意涵 它的Curate這個字本身是守護的意思 所以一個策展是在守護你想要守護的價值 每個人都有 就是我想要守護的價值 可能是多元性 可能是我妹妹的人格特質 可能是什麼什麼 可能是你有非常想要傳達的價值 只要你在傳播這件事情 你就是策展人 對 這是我的定義 好 有人已經把那倒數記事關掉 因為我就是一個會講很長 所以我開始發現要讓別人說話的方式 就是剛剛我聽到有些人在講攝影 就是我另外 Sorry 我另外一個業餘興趣就是攝影 我爸爸是業餘攝影師 那我就開始覺得就是除了會講 因為大家你要知道就是會講話是一個工具 就像記者會寫字是一個工具 它是雙面刃 就是第一個讓你很快速的可以表達自己 第二件事情也是你因為會講話 因為會寫字而握有了一些權力 你有權力去說什麼樣是對的 那所謂我自己後來覺得的弱勢 或者是不能說話的人 他們其實就是沒有掌握到這個工具 沒有站在那個權力的位置上 所以他失去了那個發聲的機會 那我後來在我去當 我到巴拿馬去當了一年的電腦老師 在那邊我就是運用攝影這件事情 我想要告訴這群 這群算是那種中低收入戶的孩子 就是他們其實西班牙文講得比我很爛 所以他們真的沒有辦法上台講話 用文字寫出他的感想 所以我教他們用攝影去說他們生活中的故事 那我覺得他們因為這樣子 開始建立自己的人生的自信就是 欸我好像也可以說一些什麼 我的故事不是一文不值的 那攝影這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手機相機拿起來拍就可以了 那當你在拍照的時候 你一定在想說亮亮要放左邊 然後鼻子都要放右邊 然後怎樣怎樣 你在想這件事情的時候你就在策展 所以我會覺得人的生活當中的 每個步驟都在做這件事情 你的安排都有你的意義 策展就是這樣子 好 那所以那時候因為這件事 然後後來我把那一個攝影的計畫 就是帶到了印度 就是所以我就一直在海外亂亂跑 我在巴拿馬的時候就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再問我朋友說 欸我覺得這攝影模式很好欸 那我們在印度也扮演得好 因為他們是一個難民學校 小朋友就是要到印度 又不會講印度話 英文又不好 然後去人民講西藏話 也沒人聽得懂 那誰可以聽得懂 他們要講的話 透過影像就可以 所以我後來跟朋友在台灣 就是募了相機募了錢 帶了一批老師 到印度上了兩個月的青年攝影工作坊 教他們那邊的國高中生差不多 然後做他們的攝影 這上面這邊都是他們自己的生活的影像 那這個後來這個影像就變成一個 因為之前那樣有去聽過講西藏話 可是我覺得講比較完整 這其實是一個後來我在去上海工作之後 把它做成一個最 我覺得叫史上最大的兒童攝影展 就是我把印度 然後把上海 把美國 把巴拿馬小朋友的所有攝影作品 就是請他們拍自己的家 然後最後在上海辦了一個實體攝影展 我希望全世界的孩子都覺得 就是我是有能力講出我想講的話 那這些視野不是我們大人可以看得懂的 就是因為他們有的人只是記錄 就是他們生活就是 例如說他們家有狗 因為他每天都跟他相處 所以他就一定要拍他 這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他拍出這五張照片的同時 他就已經在梳理他的人生 梳理他的生活 梳理他想要講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過程後我會發現 啊原來 策長或者是這件事情啊 是可以讓別人真的覺得他可以 後來才因為這件事情 才會有雜學校才會有後來做的 那這是我在巴拿馬的時候 就是我後來去回顧 就是這幾年我在做的每件事情啊 其實回到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斷在發現自己跟別人的關係 那位置會是什麼 我今天站在這邊我可能是一個策展人 我可能是一個廣澳設計公司的品牌企劃 那我在這邊因為我這樣子的優勢 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讓大家可以運用我的優勢 只是運用我不是我交給你們 是運用我然後讓你們這麼多元的內容 然後這麼好的東西可以有被人家更好認識的機會 好 這是我後來在策展人生開始 是我去了上海工作三年 我在上海最大的教育集團工作 那我平常做的工作幹嘛呢 就是講師沒有就是演講 因為我要管全中國大概超過300位的 就是這種藝術校區的 這是藝術學校 就是我幫這個藝術學校當企劃 我要去教那邊的經理 就是你要怎麼樣告訴別人 藝術教育很重要 然後告訴別人 所以我就有一套講法每天都在上課 好你想當講師也可以問我 可以教你怎麼樣教別人 好 所以在這個社長過程當中 其實非常有趣 因為我後來接觸了兒童藝術教育 也是因為我自己喜歡創作 但是其實我不會畫畫 畫畫畫超爛的 我只是覺得這件事情讓我很開心 因為它是一個很 除了攝影之外 可以另外一個很直接表達自己的方式 這些孩子超有趣的 我那時候做了一個活動 非常有趣就是 這是一個兒童創作獎 什麼意思呢 我要讓大家相信就是 你會拿筆就會畫畫 而且因為畫畫是一種傳達自己的方式 那畫畫之外 其實畫畫不只是紙上畫畫 還有其實畫畫等於創作 我創作就是一種你述縮自己的方式 所以我那時候請每個小時 就他們五個人一對 然後你在事前可以提 好可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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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